今天有一種東西要提一提 不得不提的 那種叫做iBorn 你覺得我吃息的時候 是否應該選擇它 因為見到價格比預期好 如果你今天立刻肯吃 原來都收了超過一年的息 不用等它派息 這個很顯示 有部份投資者對通脹的前景看得比較高 因為大家知道 iBorn是通脹掛鉤的債券 通脹越高的話 它派息息率就越高 現在都在交易106 大家預計將來派息息率 可能都有超過6 所以你說要買入的時候 都要看自己怎樣看通脹 如果你說還覺得會繼續上 因為美國會繼續維持寬鬆的政策 我覺得可以的 起碼它可以保障你的購買力 但你要求它 好像其他股票一樣 提供又賺息又賺價 我想就不太容易 但現在你希望價格升了上來 息息率就相當低了 會低一點 其實是否我選收息 其實也未必會選iBorn 我一點點不太喜歡政府的推銷手法 今天你問記者曾俊華 財政司長 他就問他 你會否覺得 其實這次你說幫香港市民 有這個對抗通脹 所以吹出iBorn 但你發現大戶拿的比重 會否有益大戶 散戶好像分得太少 其實我不明白 其實那個方法我覺得挺公平 他這次分是每次申請一手的人 就全部消息 然後到第二手又消息 到第44手 就可以給足 之後才再排 其實我不明白 為何這個方法 人們會覺得是益大會不益生 如果你這樣回答就好 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欠缺包裝 有你這樣的回答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他怎樣回答 他怎樣回答 就說 甚麼為多甚麼為少 我覺得44手都多 你這樣 用你那種方法 就回答剛好 一手的方法 就先感覺到 就是你多油 告鐵的答案 我信不信由你 反正我也信了 就是公平 是嗎 這個不談論字 我們談論多些香港 微博在談論中國方面 我覺得就留給北京微博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你剛才答過了iPhone 一流 沒錯 我覺得應該 其實有時候 可能政府真的弱勢 所以甚麼都給人 但你不用這樣回答 我覺得44手多還是少 多 想怎樣 我覺得不行